完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这边做个游玩总结吧 这个中头啊,等级可以升到33级,战力3万5 成长方式很简单,养两位角色就行了 这位角色是一开始会给你的 然后我有克一个手储 这款游戏无克,还有克手储,差别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最主要它会给你经验啊,还有大量的突破时 花个33块,推光卡,畅行无阻,一直到卡关 打到3-23以后啊,你的等级要升到34等啊 这个时候就要等待挂机的收益啊 挂机收益就是会给这些东西啦 然后快速扫荡我全部用完了 而在福利部分啊,钻石给了1万多钻有了 记得钻石不要拿去抽卡 因为VIP这边你可以购买 等级礼包你也是要用钻石去进行购买的 特权商城这边是比较重要的 这些都是透过钻石去进行购买的 你把钻石画在这些地方,估计1万钻差不多吧 我的成长模式啊,锁除角优先去进行强化突破 再来就会强化这位角色 打法部分也是非常无脑的 先让锁除角进行全体攻击 然后靠这位角色去进行收头就好了 一路上打得很湿滑 相关的战斗我把它摆在片尾吧 提供给各位进行观赏 由于在最前期的部分啊,你缺的就是突破死 所以你养5位角色跟养2位角色差别不大啦 而且2位角色明显是比较强的 这和之前那一款轰天骑士团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那如果你要更强啊,接下来你就得克金了 这边都会有突破死在卖啊 各式各样的礼包全部都有突破死啊 80级然后再突破,需要1000的突破死 爬塔部分这边可以开启自动挑战 还算是很轻松的 集中强化2位角色啊,是可以实现越战打的 3万5的战力大概可以打到4万7左右 转战券啊,我都没有用啊 因为我只养那2位角色,基本上也没有必要用 但是还是得抽啦 抽越多角色啊,在辉煌荣誉这个地方 还可以叠加战力哦 这个转战刺算是平民的哦 然后活动池啊,这里有限定角 当然是踢零角啦 这边就是要用钻石抽的 对于无克还有克手除的玩家 这个池基本上不考虑哦 保底120抽嘛 这个专门就是给客长去玩的啦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在高级招目把角色给抽一抽吧 10抽 中到一位5星 20抽 也有一位5星哦 30抽 也有5星角 40抽 没有 50抽 中了两位 以50抽来看啊 平均10抽就会出一张5星的样子哦 这是第60抽 第70抽 第80 第90啦 然后这是100抽 110 120 大概是这样 换刷下来大概有70%的几率会中5星吧 然后角色就会那么多只啊 这边我们大概要看一下哦 角色部分啊 只有三个技能基本上他算是肥料卡的啊 那以无科玩家来讲也是可以去养的哦 而像这种四个技能的才是真正的五星角都是比较强的 三星部分啊需求还算是挺多的啊 如果没有同名卡情况下估计连三星的五星肥料你还是得养哦 抽了那么多了以后 目前我现在等级是34,900嘛 那我们再回到辉煌荣誉开点 看到我的战斗力暴增了吗 暴增到38,000 那接下来 我再买突破石好了 再买个竞技场的券 这边都有突破石可以买啊 和一般的游戏一样哦 有一千的 这才是我真正的实力 我要使出全力咯 进阶 进阶就开启了新技能 好花钻石呢先买了经验 再进阶 现在我战力来到了44,000哦 把火属性的我们全都上 保存 我的战力顿时就拉到68,000去了 打竞技场会打出的原因是因为 没有组队效果 你搞个属性啊 你就会非常强了 这样我就有五个属性效果了 主要是啊 第一天你会缺很多资源了 所以你强化那么多角色 你不如直接啊 就是弄个属性队 然后集中强化两位 这样子的强度也是很不错的 其他的玩法部分就没什么了 有等级同步啊 还有工会 这游戏有点冷门了 玩家倒是挺少的 这种玩法 然后再搭配像素 去年马赛克英雄吧 取得好成绩之后 现在好像都在模仿 不过明显玩家留试试非常多的啦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礼包码的部分吧 光发那边有4组 666 这是第一组 再来 777 这是第二组 再来 888 是第三组 4096 这个是第四组 这些预约奖励的部分啊 一开始不会给你啊 你一直推主线 等级达到20几吧 好像就会发送了 玩法部分就是这些啦 那么本支影片就到这里吧 大家拜拜 by bwd6 转发送了 看起来 吃到 转发送了 威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